啊 優質喔 那這是超甲煮的鰻魚飯 那之前我去吃的時候呢 這個肉呢是相當的薄 那是魚尾的部位呢 帶一些小刺 肉也是偏少 那這個是 蠻天下足尾魚港的這個鰻魚飯呢 它的肉是比較Q彈 比較大塊 是半尾 那他們兩邊的價格都是280塊 那這是這個足尾魚港喔 優質喔 會讓我想起我跟娜娜約會的時候 真浪漫啊 温馨喔 啊 當時呢 我就騎著這個 我們的這個浪漫的FORCE呢 然後就載著娜娜呢 一起去這個足尾魚港 温馨喔 啊 可惜啊 現在身邊呢 只有我一個人呢 難免是有些寂寞的啊 但是呢 也會想問娜娜 魚媽 温馨喔 說 欸 優質啊今天是來吃美食的 不是來跳舞的喔 穩馨啊 所以我們就到了 蠻天下的店家門口 有一個 觀雲長的木雕 酷喔 那這是他店內的環境 那如果要比裝潢跟店內環境的話呢 是超甲組勝利喔 那這個是 這個 這個 蠻天下的鰻魚飯 半尾是280元 啊 跟這個 超甲組的鰻魚飯呢 是一樣的價錢喔 酷喔 啊 看起來是蠻大塊的啊 有比較大塊 有比較大塊 但是呢 他這個 蠻天下的地點 就是比較 就是魚港 我們不可能天天來魚港 是吧 啊這個 所以呢 以裝潢跟地段來說呢 是超甲組贏 那以這個 鰻魚肉呢 的量 跟他的這個 製成來說呢 是蠻天下的鰻 蠻天下呢 他是先蒸 然後再拔刺 再烤 啊 他的肉也是比較大塊 是半尾啊 所以吃起來是還不錯 還不錯 相當的還不錯 溫馨啦 啊 我會建議呢 超甲組如果能夠把這個 鰻魚肉的本身的量呢 再做個提升 不論是肉的量 還有肉的厚度呢 還有他的這個Q彈度呢 都能夠做提升的話呢 那超甲組的鰻魚飯呢 大概就會 可以追得上 肥錢烏哦 中和評分來說呢 啊 蠻天下的食材是贏的 啊 那 這個 啊 這個超甲組呢 他是贏在裝潢跟地段 啊 中和評比的話呢 啊 啊大概就是 啊平手 平手 優質哦 啊 穩馨啊 那台北人還有一個肥錢烏呢 啊 他的話是 跟這個 蠻天下一樣大塊哦 啊 也是不錯啊 當然當然啊 以我中國人的這個 啊 飲食習慣呢 是比較不喜歡吃這個CP值低的鰻魚飯啊 那所以呢 後來我又去買了兩塊雞排 吃的飽飽的 問心呢 拜拜囉 耶